本集影片由MyTrade主要赞助播出,MyTrade让你交易更快更智能, 探到最后还有新人开户奖励等着你。 大家好,欢迎回到百万书格,一个伴随你迈向富足的频道。 我们都知道,对于像是一般上班族的我们, 要达到真正的财富自由唯有靠投资来实现了。 但你有没有思考过投资的本质是什么呢? 有没有一句话可以总结出投资的本质和全部精髓, 甚至以这句话为原点出发,就可以推导出整个投资体系呢? 投资其实意义上很简单,就是放弃现在对于金钱的使用权, 为了就是让以后得到更多的钱。 更具体一点,投资就是放弃一种资产, 获得另一种资产更多的未来现金流。 这就是投资的第一性原理,这包含了投资的所有要义和精髓。 其他的关于投资的一切道理不过是这句话的推论与实践。 像是资金分配、标的选择、估值方法、企业分析法等等, 投资的正确态度等一切投资中的重要问题, 都可以从投资的第一原理推导出来。 作为普通投资者, 企业利润中对我们有意义的只有归属股东的利润。 即使企业实现了账上的获利,也不代表可以分给股东,或是可以来扩充在生产增加未来的股东利润。 其中是因为有些企业利润表上报告的利润是正的,但经营活动现金流一直是负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分红。 再来,因为即使当其经营现金流为正,但未来需要大量的资本支出, 才能维持目前的经营规模和竞争优势。 这部分利润无法分给股东,对股东也是没有意义的。 这样的话,股票的持有者唯有依赖资本利的才能获益, 就是必须透过别人更高的出价,把股票套现了才能实现。 今天就要与大家分享企业的利润金字塔, 究竟什么才是对企业来说含金量最高的钱? 了解了企业的利润金字塔, 你会在未来的投资更容易看出筛选好企业的本质是什么?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正题吧。 第一,营收。 营收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处于利润金字塔的最底层。 没有营收,接下来什么利润都是白说的。 营收直接反映了企业产品或服务的市场需求和销售能力。 高营收通常代表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在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 它也是投资者评估企业业务规模和潜力的重要依据。 此外,营收也是企业做出财务预测和预算的基础,为企业制定未来发展策略提供重要的参考。 为了实现持续成长和获利能力,企业需要制定有效的营收管理策略。 这包括市场定位策略,定价策略,产品创新,以及销售渠道优化等。 透过了解客户需求并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企业可以持续提高市场份额并实现营收的成长。 另外,积极拓展新的市场和客户群也是拓展营收的重要手段。 假设一家企业的营收每年都稳健成长,这也能作为投资者信心的体现。 持续成长的营收能够向投资者展示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及其未来发展的潜力。 因此,稳定的营收可以增强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促使他们愿意投入资金来支持企业的发展。 第二,净利润 净利润作为在营收以上,对于含金量更高一级的财务指标,是企业在扣除所有费用,包括行销费用、营运成本和税务等,之后的总利润。 净利润反映了企业在特定期间内的盈利情况,是投资者评估企业获利能力和稳定性的重要依据。 然而,净利润并不能直接反映出企业的现金流状况,因为它没有考虑到非现金项目的影响。 例如折旧以及贪销等。 这可能导致企业在财务报表中显示较高的净利润,但实际上并没有足够的现金流入企业。 因此,仅依靠净利润可能会导致对企业真实获利能力的误判。 此外,净利润也通常包括一次性收益或一次性支出,例如出售资产,处置投资或获得法律赔偿等。 一次性收益会直接影响净利润,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净利润高于预期水准。 有时候,一次性收益可能使得企业的净利超过营收。 这些收益通常是临时性的,不代表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持续能力。 净利润作为大部分投资者主要关注的几个指标之一,它也直接影响了企业的本益比,其中的那个亿,就是净收益。 由于净利润还是拥有一定的水分,所以含金量只能排在最后第二位。 第三,营业现金流。 营业现金流能弥补净利润不能反映出现金流状况的缺点,它是衡量企业现金流量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表示企业在特定期间内从日常经营活动中,获得的现金流量净额。 这个核心指标,对评估企业的健康状况,获利能力和资金管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家长期处于正数,并且还在缓慢成长的营业现金流,表明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有稳定的现金流入。 这有助于企业维持良好的资金流动性,并支持日常经营活动和未来发展计划。 芒格曾说过一个经典案例,说到销售收割机真的是一门很难做的生意。 这项生意永远没有任何现金。 每到年终的时候,你的利润就是躺在后院的救机器。 和一家永远都不能产生现金,不管在会计账上是否赚钱的公司一起奋斗没有任何意义。 这句话概括了许多企业的现金流模式。 一些企业倒闭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没有利润。 而是现金流资金断裂。 所以,获利的含量是很重要的。 营业现金流总是为负的企业,说明资金总是被存货、运收账款等占用。 因此账上的净利润含量是很低的。 当我们深入分析一家企业时,我们需要对其整个业务流程的现金流情况做好仔细地观察。 营业现金流比起前面的营收或净现金,很明显含金量是更胜一筹了。 虽然目前的获利已经处于现金的状态,但还不能说完全属于股东的。 因为企业为了维持长期发展,还需要一定的资金去扩建产房或是搞产品技术研发。 因此营业现金流的含金量仍处于中等位置。 买股票除了买优秀的公司,另外更重要的就是使用对的交易平台。 选择一个可信赖的交易平台对投资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可信度直接关系到你的交易安全和资金安全。 说到可信赖的交易平台,就要与大家介绍本期影片的赞助商,MyTrade。 这是一家由权威机构授权监管的金融科技公司,专注于为投资者提供简单便捷的交易体验。 这一家创新的多元化交易平台,屡次获得最佳行动交易平台,以及最具创新力券商等殊荣。 透过MyTrade平台,你可以投资,交易更广泛的国际金融市场,涵盖股票,指数,商品,外汇等数百个热门品种。 除了不仅限于体验友善的手机版和网页版交易平台以外,MyTrade还为你提供有竞争力的交易成本,快速的交易执行。 优秀的客户服务和丰富的资讯支持,助力你及时把握投资以及交易的良机。 为了回馈一直以来支持我们频道的观众,这次与MyTrade合作有送现金奖励活动,用来鼓励第一次开心户的投资人。 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只要点击以下说明栏的连结开始注册,并在完成后的30天内完成基本信息就可获得20美元。 之后透过身份验证再送你30美元,最后只要为你的户口入金任何金额,就可以累积总值100美元的现金奖励了。 要把这100美元领到钱包里,只要再完成一个交易任务就可以了。 那就是累积三手商品的交易,例如,黄金、原油、天然气等等,你就能得到这100美金了。 此外,MyTrade开发团队非常注重创新以及使用者体验。 在这个人工智慧爆发的时代,MyTrade最近也推出了一个新功能,称为MyTrade GPT。 这是与GPT合作的独特功能。 最近24至36小时的新闻资讯可以整理成一篇资讯密度较高的小文章,有助于节省身为上班族的我们阅读与整合的时间。 此功能将大幅增强你的投资决策能力,让你更轻松地应对市场变化。 MyTrade也拥有与TradingView相同的界面及功能。 一般上一般使用者在不升级账号的情况下,在TradingView上只能免费使用三个指标,而在MyTrade平台上,使用者可以使用的指标数量没有限制。 多元的指标可以让投资人更容易制定个人化的交易策略。 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和投资目标进行调整。 这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控制风险和优化收益,并最大化投资回报。 开户连结就在下方资讯栏,还在等什么?不要错过现实优惠了。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企业盈利的含金量。 第四,自由现金流。 要了解自由现金流,不能不提到资本支出。 它主要是指企业为了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这个指标很容易从企业现金流量表中找到。 企业为什么需要维持性资本支出呢? 对于一个深处在完全竞争市场的企业来说,企业必须更新设备等固定资产。 如果顾客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或是社会上出现了技术更先进,生产效率更高的生产设备,这时候企业就不得不更新,否则根本无法跟其他企业竞争。 对于每一家企业来说,为了提升总业绩,更新更先进,更昂贵的设备都是理性的选择。 在囚徒困境之下,最理想的结果是大家都不去更新设备,但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资本是逐利的,只要有好的赚钱机会,资本就会涌进来尽可能提升一切的产品技术,然后再以更快,更便宜的方式抢占市场。 由于上述原因,企业的部分留存利润不能分给股东,这部分利润只存在利润表的账上,这就是维持性资本支出。 当你了解了资本支出后,你就会更了解自由现金流了。 简单来说就是利用企业赚到的现金,也就是营业现金流,减去用来维持企业基本营运的花费,以及未来发展的开销,就能够得出自由现金流这个指标了。 在1986年至股东的信中,巴菲特提出了股东利润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真正属于股东的利润。 股东利润不等于财务报表上的净利润,而是先使用营业现金流,然后减去企业为了维持长期竞争地位和现有的经营规模,所需要的资本开支。 巴菲特股东利润概念就是自由现金流的定义,也就是真正属于股东的钱。 自由现金流的大小取决于净利润的含金量以及维持性资本支出的大小。 以巴菲特最爱的可口可乐为例,他于1988年开始购买可口可乐的股票,当时伯克希尔公司花了近45亿美元,购买这家公司的可转换债券和普通股。 这项投资成为巴菲特投资组合的亮点,也是他价值投资概念的体现。 与营业现金流相比,可口可乐的资本性支出只占了不到10%,因此长期拥有大量的自由现金流,可以派发大量的现金。 巴菲特就利用这些得到的现金股息去帮助伯克希尔购买其他生意,并为股东创造价值。 到了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来到以企业的视角来说,盈利含金量最高的自由现金流了。 但是对于股东来说,还未必是最高的。 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自由现金流还是以留在企业的口袋为主,在没有通过管理层的批准下,这些现金是无法流进投资者的口袋的。 投资人仅能依靠价值的提升,而透过股价上的成长来进行套现。 但一旦套现后,我们就不再是这家企业的股东了,往后的任何成长也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关系了。 第五,现金股息。 现金股息是从企业的营收,到净利润,然后再到做生意真正得到的现金,扣除了资本开销后再通过管理层的决定,才到最后流进股东口袋里的真金白银。 这一整个流程,说明了为什么买股票就是买公司这个最核心的本质。 真正到股东手上的现金,就是从企业做生意收到的第一笔款项,慢慢演变而来的。 因此,在超越企业的视角,现金股息作为含金量最好的利润就显得非常合理了。 现金股息是企业对股东投资的回报,反映了企业对股东权益和利益的重视。 股息率高的公司至少是有现金流可以发放给股东的,比绝大多数只向股东伸手融资却不创造回报的公司要好得多。 是否发放股息,那就要比较,留存在公司继续扩大在生产创造的未来现金流更大,还是发放到股东手上价值更大。 对于有巨大发展前景的企业,显然利润留存在公司,创造的未来现金流更大。 相反的,对于不需要留存收益作为资本支出的公司,以及处于成熟阶段的公司,应该发放股息,将选择全还给投资者。 投资者是要用来享受人生,或是选择在投资,都是他们的选择。 在企业的利润金字塔中,各层级的含金量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营收作为企业获利的起点,净利润则是衡量获利能力的重要指标,而营运现金流,自由现金流以及现金股息,则进一步反映了企业的经营健康,财务稳定以及股东回报。 综合而言,这些指标共同构成了企业财务营运的完整途径,并提供了对企业健康状况和财务状况的深入了解。 透过细致的分析和合理的应用,企业能够更好地规划未来发展策略,实现持续稳健的成长并为投资者创造长期的价值回报。 总的来说,既然投资是放弃一种资产,获得另一种资产更多的未来现金流,那对于买股票的话,我们放弃使用的是买股票所需要的资金,而换来的就是企业最终派出的股息了。 因为股票就是买企业的一部分,买企业,买的就是企业的未来的现金股息。 只有当你懂了股票的本质以及手上获利的钱是怎样来的,你才能踏实地投资,你在投资这条路上才能走得更远,投资给你带来的改变也会越来越明显。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如果不想错过之后更多关于投资致富的视频,欢迎订阅我们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视频见。